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凌宇 2022集 背着胡茬南的黑脸男子也是满脸惊恐颤声说道 该不会我们脚下踩着的全是人骨吧 把血弄开看看 谭凯冷声冲继续说着 接着率先用皮靴扫动着地上的鸡血 鸡群答应一声 也赶紧跟着扒起了地上的血 这片树林中的血经过了枝压遮蔽之后 比外边的鸡血要薄一些 所以相对好扒一些 很快地上的鸡血就显露出一大片的白骨 一块一块杂乱堆积 这些都是人身上的骨头 而且光是骨头就足足有四五个 只是让人头皮发麻呀 哎呀麻呀 背着胡茬南的黑面男子看到这个景象惊叫一声 本就酸痛的双腿不受控制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胡茬南也跟着摔在雪地当中 看着眼前的白骨 他急声说道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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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这么多死人呢 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对 我们 我们要不然出去吧 趁现在赶进来还还没走多远 赶紧往回走吧 看看能不能再再找到其他路 胡茬南的心中苦不堪言呢 哎呀果然啊 我一开始担心的就是对的 我这次跟着出来 只怕要把命丢了呀 对呀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死人白骨呢 百人头望了一眼地上的白骨 接着又望了一眼树林 不解地说道 如果说是遇到了什么不测 这里离这树林都不到一公里了 他们完全可以往外跑啊 所以说 这树林有古怪啊 胡茬南急声说道 这刚进树林里边就碰了这么多死瘾 不过我们再往前走走那还了得 说不定里边死的人更多呢 不过是几个死人有什么可怕的 白骨冷声说道 说不定就是冻死的呢 你们要是怕就跟在我后面 说到这儿 白骨直接迈步朝着前方走去 众人见状 互相看了一眼 立马跟上去 赶紧起来 百人头冲着胡茬南和黑面男子 呵斥一声 黑面男子苦着脸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背着胡茬南继续往前走 众人朝着树林中一直深入 足足走了大概十分钟 也没有任何异样 诶 这里还有个石碑 这个时候云州突然发现了 一个树枝的黑色石碑 石碑的边沿流着积雪 上面刻着一些模糊不可见的字 他好奇地凑上去摸了摸 云州 别乱魔 专心赶路 抗金龙低声地训斥道 云州赶紧跟了上来 这都走这么久了 咋还没出去啊 季循一边走着 一边喘着粗气 说着 他看了一眼手上的手表 发现他们在树林里 已经大概走了半个小时了 但是前方的树林 仍旧是黑压压的一片 根本看不到出路 其实放在平常 要是单纯走这么点路 根本不会觉得有丝毫疲惫 但是 现在他们走了一天了 从早上走到现在 已经徒步大概十几个小时 体力消耗巨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内心的疲惫感 感觉他们 找到玄武相的难度 不亚于当初唐僧取经的难度啊 坚持坚持吧 早晚会走出去的 敌土帽也跟着传起起来 愤愤地骂道 玄武相这帮人 真他妈闲的 为了喝个酒 他妈的走这么远 我怀疑 我们会不会走错方向了呀 谭凯皱着眉头说道 呼吸急促 有一些受不了了 没错 我一直看着方向的队长 我们一直 都在往西北方向前进 宗主 您看 前面雪地里躺着的 是不是个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 角木椒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 双眼锐利地朝前望去 脸上布满了颈背 众人寻声朝前望去 只见前面的雪地里 确实躺着一个 类似人的东西 而且他身上 似乎还穿着衣服 只不过这个人 此时躺在雪地里 一动不动 宛如死人一般 浑身上下都盖着一层 勃勃地戏雪 你们都在这儿等着 我和角木椒大哥过去看看 林雨沉声说道 借着飞掠而出 朝着地上 那个人影就冲了过去 众人听到这声吩咐街兜 在原地没动 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林雨窜出去之后 角木椒随身抽出匕首 飞快地跟上 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不必紧张 是个人 已经死了 林雨掠到人影旁边 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个人 他立马俯身 在这人影的脖子上试了一下 发现已经没了丝毫的声息 角木椒听到这话 身子一顿 警惕地朝着死下扫了一眼 见四周树林里 没什么异样 这才冲远处的 百人途谭凯他们招招手 百人途和谭凯 见状赶紧快步地跟上来 此时林雨已经蹲在了尸体旁边 用袖口擦拭尸体身上的积血 显露出了尸体本来的面貌 只见这具尸体是个老人 面色铁青灰白 眼角和额头布满了皱纹 两鬓泛白 身上穿着厚重的东衣 戴着军绿色的雷锋帽 典型的东北老大爷的打扮 季循皱着眉头好奇地问道 这是谁啊 咋死这嘎的了呢 翻翻他身上的证件就是 谭凯说着便下手在这人尸体上翻罩起来 手伸到尸体怀中时 似乎摸到了一片纸 他赶紧将纸摸出来 只见纸片上写了些信息 其中夹带着某某护林站的字样 谭凯神色陡然一变 鸡声说道 护林人 他是老护林人 好像是 季循双眼一亮似乎也发现了什么 赶紧冲到跟前 将那尸体肩膀旁边的积血扒开 只见这尸体左臂衣服上 带着护林人的字样 难不成这就是被灵霄劫走的那个老护林人 百人图此时也不由神情一震 抬头望着前方沉声说道 那说明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看来地上这些浅显的脚印 就是他们留下的 百里望着地上 被博雪覆盖住的浅淡脚印 低声说道 他这声音带着一丝隐隐的兴奋 他知道 现在他离灵霄已经越来越近了 离大仇得报 也越来越近 这老护林员死了 大概有两个多小时了 而且是后脑勺受到重击而死的 林雨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地上的尸体 接着抬头朝着树林外面望了一眼 在这种环境下 灵霄的人的前进速度也不会快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跟我们的距离也不会拉得太大 这老护林人才死了两个多小时 百人图皱着眉头 满脸狐疑地转头 冲胡缠男冷声说道 你骗我们 刚才在小镇上的时候 你分明说 灵霄他们比我们提前走了 起码三四个小时 胡缠男听到这话身子一颤 急声说道 我没有骗你们 我真的没撒谎啊 我说的事实话 他们确实快了起码三个多小时 对 这点我可以作证 黑面男子也赶紧跟着点点头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